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慎慎的为他惋惜 因为他只有50岁 其实华人是世界上癌病高发率的族群之一 这可能和华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 很多种癌症的发病率都是世界第一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华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癌症高发的关系 首先 癌症是省出来的 第一就是食物发霉不舍的扔 省出了肝癌 花生 玉米 豆类等淀粉含量高的食物 一旦霉变最好扔掉 因为淀粉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会滋生导致肝癌的黄曲霉素 而黄曲霉素多种研究表明它是最强的化学致癌物质 一毫克就是致癌剂量 如果发现有一颗花生坏了 那一碗花生或者存放的一袋花生米都要扔掉 第二 不舍得吃新鲜的蔬果 使患癌的风险增加 不要觉得水果可有可无 也不要贤贵 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对你的健康很重要 癌症是懒出来的 如果你懒得运动 13种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 工作忙家务多就不运动了吗 这么懒的话 癌症风险就会增加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现 与运动最少的一成人相比 运动最多的一成人平均患癌的几率降低了7% 运动最多的人平均每天快走超过一小时 他们患食道癌的几率减少42% 肝癌的减少27% 肾癌减少23% 再忙不要忘了运动 再懒也别懒得运动 还有就是懒得体检 错过癌症最早发现期 很多癌症患者拖到晚期症状出现才去医院 这个时候往往为时已晚 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你要记住 健康人群每年定期体检 有癌症家族史 有危险因素人群 还要每年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 比如肺癌高危人群可以进行低剂量的螺旋CT检查 25岁女性定期做乳腺采钞等等 再一个就是 癌症是吃出来的 经常吃太烫的食物就增加了食道癌的风险 你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 这是因为吃的太烫会灼伤食管粘膜增加癌变的风险 不要吃比自己体温高的食物 刚出锅的饭菜先放着一段时间 感觉不烫嘴了再吃 经常吃肉类 烧烤 油炸食品会增加肠癌的风险 吃油类 肉类多 蔬菜粗粮少 加上运动太少的话会导致肠胃蠕动速度减缓 同时多吃高脂肪食物 还会增加肠道内胆汁酸的分泌 对肠道粘膜形成刺激和损害 久而久之就会增加肠癌的风险 肉类要适量的吃 蔬菜要餐餐有 每天要吃水果 粗粮最好占主食的三分之一 吃糖过多会增加胰腺癌的风险 吃糖过多摄入过量甜食会增加胰腺癌发病几率 吃糖会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 使胰岛功能受到损伤 这也是引起胰腺癌的潜在因素之一 除了胰腺癌 较高的控腹及餐后血糖水平 还可以明显增加患乳腺癌 子宫内膜癌和黑色素瘤的风险 甜饮料 烘焙面包等隐形糖 也是含糖大户 癌症是熬出来的 长期熬夜是肿瘤高发的一个诱因 因为熬夜会导致内分泌激素水平的紊乱 使得细胞代谢异常 影响人体细胞正常分裂 导致细胞突变提高患癌的风险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早已认定 夜班是强烈的致癌因素 与朝九晚五的人群相比 夜班族晚期肿瘤风险增加了24% 早期肿瘤风险增加49% 那别再熬夜 别熬生命了 晚上11点前睡觉 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 癌症是气出来的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也会影响到肿瘤发病 有一种性格叫做癌症性格 这种性格的人一般比较内向 不擅长与人交流 常常爱生闷气 长时间如此会影响免疫功能 使癌症有机可乘 生气可能气出食道癌 调查发现 个性急躁易怒的人容易患食道癌 临床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得食道癌的患者 十有八九都是固执急性子的人 生气可能气出肺癌 肺癌最怕什么呢 怕三霾 雾霾室外大气污染 烟霾室内空气污染 包括厨房油烟 二手烟和装修造成的空气污染 阴霾心理污染 也就是生闷气 另外呢 生气还可能气出乳腺癌 心情不好是乳房养生的大忌 据乳腺癌流行病学调查 爱生气 喜怒无常 焦虑抑郁的人比较容易患乳腺癌 乳房增生性疾病也会更多见 也许生活压力大 也许工作不顺心 但是不管怎么样 健康是第一药物 只要你不得病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可以重头再来 关乎你的健康 吃的东西别太省 工作太累 别太懒 喜欢吃的东西 既满足口欲 也要关心一下健康 不要熬夜 不要生气 简单快乐的生活 让自己身心都健康 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对癌症的认识 也越来越详细 英国广播公司BBC 11月1号报道说 据慈善组织英国癌症研究估计 未来每两个英国人中 就有可能有一个人 会在一生中的某一个阶段 受到癌症的困扰 而在中国有预测说 未来十年将有可能出现 癌症紧喷的趋势 包括像马云这样的公众人物 也在公众场合对此表态 但是也有好消息 那就是科研人员 对癌症的认知 也在不断的加深 最近英国科学家说 他们通过实验了解到 癌细胞是如何突破封锁 扩散和转移到其他组织的 这一个发现 有可能为未来研制新药 以及阻止癌症扩散铺路 研究证实 癌细胞是通过血液 或者淋巴系统 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 通常原发癌细胞 是通过血液或者淋巴系统 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在那里呢 他们可以形成新的肿瘤 继而扩散到全身 最后恶化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伦敦大学学院的科研人员发现 癌细胞可以用相当于普通健康细胞 200倍的力量突破血管壁 该大学的科学家研制了一种新方法 来测试人体活细胞所产生的力量强度 与此同时 他们也测试了乳腺癌细胞的强力 科研人员吃惊地发现 癌细胞的机械强力 要比正常细胞高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癌细胞能够冲破封锁 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原因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恩迪伊拉 之前在研究细胞之间 以及细胞与周边环境 是如何互动交流时发现 如果细胞组合起来抱成团 它们就可以协调相互的行为 当然有时也可能发生 细胞之间的相互冲撞出现抖动 恩迪伊拉解释说 这一点可能对理解癌症 是如何扩散的至关重要 他说 假使我换了癌 一些癌细胞脱落了 进入血液系统 它们在血管中漂流 可能一个癌细胞 粘在血管壁上的某处 随后又有一个 也落在附近的血管壁上 之后接二连三的癌细胞不断聚集 最终这些癌细胞开始互动 形成细胞群 恩迪伊拉表示 当癌细胞汇集成团的时候 它们开始寻找血管壁 以及毛细血管上最薄弱的地方 冲破封锁转移到人体的其他器官 也就是说 癌细胞簇簇拥成一团 这样它们可以形成一个网络 这就让它们可以产生比较强大的机械力量 允许它们突破血管的薄弱环节 成功突围和转移到身体的其他器官 如果这的确是癌细胞转移的方式之一 那么未来科研人员就可能根据这一发现 研制出阻止癌细胞感受器 或者削弱癌细胞冲击力的药物 英国癌症研究专家说 这一研究使人们更深入了解 癌细胞之间是如何互动扩散的 专家认为癌细胞并不单独存在 肿瘤是由不同细胞组成的非常复杂的群络 它们之间产生互动并互相影响各自的行为 正是这些互动对癌症如何生成 以及扩散到其他器官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如果能够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或许可以帮助人们阻断癌症的扩散 另一位在11月30号离世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 其实三年前也患了肝癌 肝癌也是华人中的高发癌症之一 主要原因是华人中得乙型肝炎和饼型肝炎的人很多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脂肪肝导致的 而多数患肝癌的人都经过漫长的三部曲 长期的慢性肝脏发炎之后演变成肝硬化 让患肝癌的几率大增 很多人都发现肝癌的死亡率非常之高 最大的原因就是发现的太晚 错过早期的黄金治疗期 最后等不到患肝就死亡了 因为肝脏神经不发达 长出小壳肿瘤发展成小型的肝癌 患者身上也不会出现任何的症状 而且几乎不会感到疼痛 它就像一双无声的杀手 等到你出现幼上腹疼痛 食欲差 腹水以及黄胆等肝癌症状的时候 通常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最近几年因为新型的药物发展比较好 丙型肝炎可以治疗 但是乙肝却无法根除 但是可以控制一下病情 所以肝癌的发生率以及死亡率 还是呈现下降的趋势 不过未来脂肪肝会成为发病的主要原因 40岁以上的人 本身是乙肝或者饼肝的代菌者 长期的喝酒抽烟糖尿病 还有三高 这样的人呢 你要注意一定要定期的去做体检 避免忽略肝炎以及肝癌的发病 那些饼肝患者和乙肝患者 以及有脂肪肝的人 每半年就应该到医院去进行腹部超声波检查 其他的健康因患者每一年做一次检查 小型的肝癌早期发现的话 早期治疗五年存活率可以高达五成以上 早发现早治疗对肝癌患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实反思一下 在华人的文化中 中文轻武是一个传统 中国大陆地区尤其明显 从独生子女开始 孩子们都是在温室里捧着长大的 看一看我们的周围 几乎所有的族群都是崇尚拥有强壮体魄的民族 事实也证明 运动不仅仅能锻炼孩子强壮的身体 更能塑造孩子完整的人格 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会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 但是怎么样科学的教育和抚养孩子 的确是一门学问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大规模的研究结果 专家对168个国家近200万人的身体活跃度进行了研究 多做运动除了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之外 还能塑造出孩子完整的人格 活跃的人是指每周至少有70分钟密集的体育锻炼 或者每周150分钟适度的体育活动的人 其中最活跃最经常锻炼的国家是乌干达 中国也在活跃国家的名单里 研究结果显示有14.1%的中国人不锻炼 而许多疾病的产生恰恰与人的不锻炼 有间接甚至直接的关系 2017年清华大学规定 本科生从新生开始游泳将与毕业绑定 也就是说到了毕业如果学生还不会游泳的话 学校将不给他毕业证 而早在2008年清华大学也曾经规定 长跑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达不到要求一样不准毕业 可以想象这项规定在社会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赞同的 毕竟游泳是必要的求生手段 也是极好的锻炼身体的运动 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不可理喻 有人嘲讽说高校把学问教好就行了 有人说何必让汉鸭子去吃这个苦呢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人还是不要运动 专心学习的好 文弱书生风流儒雅 如果练的满身都是肌肉 那不是一种野蛮人的形象吗 骨子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运动没有其他事情重要 尤其没有考试的分数重要啊 网络上有个段子曾经说 要让中国足球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一流 那你在高考加一门足球课吧 由此你可以看出来 家长们更愿意孩子把时间花在能够带来具体好处的事情上 至于身体嘛 以后成功了再慢慢锻炼就可以了 但是 养成运动的习惯从来都不只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体魄 更是为了培养孩子完整的人格 而这种培养是越早越好 运动这份苦他们都争着让孩子从小就吃过 有人就整理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的成长差异 一到四岁基本相同 五到八岁中国孩子开始上培训班 美国孩子跟着老爸去打棒球 九到十二岁中国孩子继续上培训班 美国孩子放学就打球跑步甚至健身 十三到十八岁中国孩子还在上培训班 美国孩子的肌肉已经开始成型 十九到二十三岁 中国孩子摆脱常年的考试压力宅在宿舍里 美国孩子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健身锻炼 在美国运动已经成了青少年之间的一种社交文化 在美国任何一所学校 每学期都有各种体育球类的活动营 平常每周训练一次 周末还要出去打校技比赛 你以为有这么多专业的教练吗 没有 在小学阶段 这些孩子的教练就是由家长志愿者来做的 家长会轮流值日 给所有孩子准备零食和饮料 几月那天还会为孩子们准备好定制的奖杯 上面可有每个孩子的名字 很多学校还会把体育课和其他学科的学习融合到一起 比如让学生在智球的时候检验牛顿运动定律 把山脉的名字写在攀岩墙上 进行与骨骼结构或食品种类有关的小测验 在学习肌肉和呼吸系统的时候知道如何使用激步器以及如何计算最佳心率 其他不少国家也把运动作为孩子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英国 来自英国校长协会的一则数据表明 目前英国私立学校学生每周平均运动时间达五到六个小时 是公立学校的一倍以上 而运动项目多达四十多种 还有各种各样的课前课后体育俱乐部周末的比赛 不说住校的私立学生早上六点起床去跑马拉松打橄榄球 许多走读的学生也得在早上七点半到校参加足球 英式篮球的训练 课后也许还有五点半的曲棍球 板球 网球俱乐部 每个周末 许多私立学校操场上 从八点起就聚焦着或者比赛或者训练的孩子们 家长则围着大衣围巾抱着热咖啡在旁边观站 如果赶上小雨或者微雪的天气 孩子们到回家时候基本上与草地滚玩的五花小狗没有什么差别 恨不得直接扔到花园里拿水管从头到脚冲个痛快 再比如日本 在日本小学体育课被重视的程度也超乎人们的想象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冬季耐寒训练 日本孩子大都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参加冬季吃酒走大会 每年年底进入冬季开始 日本小学的全体孩子都要利用课余时间去操场上跑步训练耐力 跑步的时候孩子们必须换上白短袖和藏蓝短裤的体操服 穿的就像过夏天一样 有些不喜欢穿袜子的孩子甚至还赤着脚 两百米一圈的操场一到二年级的孩子得绕着跑十圈 五到六年级的孩子得努力达到二十圈 为什么这么多的老师和家长都坚持让孩子吃这份运动的苦头呢 因为这种经历能给孩子光靠学习或发展很多才艺都得不到的完整人格 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坚持用野兽计划训练学生 数据表明成功通过野兽计划的学生后来大部分都有极为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 是哪些特质在发挥作用呢 编辑法尼亚大学知名心理学教授安吉拉达克沃斯做了深入的调查后 总结了这三大方面 一个是能够忍受时间和欲望的煎熬善于控制情绪 第二是不抱怨现状不畏惧失败竭尽所能直到成功 第三个是目标清晰专注力强责任心重 而运动也是从这三个维度不断地锤炼孩子的内心 首先运动给孩子处理挫折的机会 现在的孩子几乎就是在密罐子里生活 衣食无忧玩具成堆随心所欲还能到处旅游 一间大房子一块绿草地 屋里电灯电话电视手机室外绿树鲜花 在家中这个小环境 哪里还有什么苦能让孩子吃呢 在这种环境中 要想培养出能吃苦有毅力的孩子 光靠父母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 而运动是最好的途径之一 为了让孩子身体上吃苦 运动最考验人的一点还是重复 比如体操 为了掌握一个高难度的体操动作 孩子们得一遍一遍地重复枯燥的动作 能扛得住这种枯燥的孩子 将来进入职场 也比别人更淡定更踏实 第二就是运动能告诉孩子 真实的生存法则 运动场其实就是微观的人生 不是努力就能获得好成绩的 更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有绝对的公平 比如打分 裁判具有第一权利 我们或抱怨或忍耐 也绝不能在教练做出指示和安排前有任何表示不满的过激行为 因为我们得为接下来的比赛着想 这种不公平都不满在孩子将来的路上 运动的精力可以给孩子讲清这些大道理 运动又教会孩子们与人相处之道 比如柔道 教会孩子用积极的方式 避免让自己的身心受挫 也教会孩子学会自我约束 帮助自己和他人 第三运动可以给孩子前进的自信 中国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在接受洋岚访谈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意无意当中 体操对我的一些素质给了很好的培训 包括怎样面对困难 怎样能够找到战胜困难的方法 怎么样去树立一个目标 怎么样坚定自己的意志去实现这个目标 而即使是从公立的角度考虑 也要注意培养孩子运动的习惯 体育特长在国际教育升学背景下 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 在美国任何一所学校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 无论是贵族学校还是平民阶层 篮球明星永远都比学术全优生 奥数牛娃更受人欢迎 长春藤学校挑学生的胃口越来越刁钻 却唯独队通过体育特长进入藤校 改换阶层这条路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你是一个棒球队长 或者篮球俱乐部的领导 冰球明星防守 大学对你简直是囊中之物 不过在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时候 有一些误区和建议家长们要注意 随着家长的眼界越来越开阔 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小发展自己的运动项目 但是也容易走进一些误区 第一 你选择的项目是孩子感兴趣 而不是家长感兴趣 送女儿学基建 报名前 俱乐部的教练和管理者会反复的问女儿 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而不是你妈妈感兴趣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确实 如果孩子只是为了满足爸妈 对某些体育项目的向往而接受训练 哪训练的质量不会高到哪里去 对于青少年业余运动爱好者而言 自己感兴趣才是保证坚持的主要因素 毕竟在进入青少年时期 体育运动已经开始有了残酷性 不是玩一玩就可以持续下去的 但是孩子三分钟热度还是需要呵护的 关于训练的强度 教练有自己的看法 为了让孩子们维持兴趣 训练的量和频率都要科学安排 不要每天都训练 更不要每周都抽出一大段时间集中训练 如果训练太多 会使得小运动员到20岁左右就停止发展 等于是提前发掘了潜力导致未来的枯竭 那个暴民学基建的女孩 两年间参加了许多基建比赛 既拿过全英青少年银牌 也在小组里以1比5被淘汰 有过自己背包随队去欧洲参加比赛的无助 也面临过比赛中伤到对手的内疚 但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抛弃仪式感 有不少父母是设备控 孩子一旦表示对某项运动有兴趣 二话不说 赶紧买最好的设备找最好的老师 结果因为花了钱 对孩子的要求也就高了 脑子里就有了一种 你不学出点成绩来 我这钱不是白花了吗的想法 反而被绑架 其实运动这种小习惯 从家里开始培养就是极好的 有一个足球迷的朋友 他自己当了爸爸以后 就把家里十平方米的房间腾出来 画了一个小小的球门区间 他跪坐在地上当守门员 教孩子射点球 等到孩子大了一点 他就带孩子到院子里去踢球 设备还是很凑合 用一条长椅的椅腿就当球门 这样的训练是传接球 这样的游戏充满乐趣 父子俩也创造了很多回忆 现在呢 他的儿子和他一样 是个超级打球迷 父子俩周末有空就结伴去踢球 第三点要注意的是 尽可能到户外去 室内运动固然好 但是户外运动 往往更能给孩子陌生环境的挑战 英国民间机构国民信任 2012年曾经整理1700多名 12岁左右孩子的 最喜欢的户外活动项目 是跑步 长读骑行 登山 山洞探险 野外夜行 在大海里游泳 攀岩 骑马等等 都是投身到大自然中的户外项目 这份运动清单给我们的提醒是 运动给了孩子健康的体魄 塑造了孩子完整的人格 但最根源的是 加深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 所以万万不可以让比赛成绩成为运动的第一目的 不然运动就不再是运动 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考试 培养出来的也只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考试机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责任教育 我想他应该是在教育行业里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吧 生活在海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